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良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而一开始我希望各位要知道 王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王良接下来想要复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王良心里所想的是要让会员在未来利用波段操作 利用顺势操作 利用持续的操作 让会员去赚到真正的大钱 我跟各位说 做股票 如果你想要赚大钱 你去在乎一天两天的震荡 你去在乎那三趴 在乎那两趴 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任何的股票 你把K线的走势摊开来 你会发现它都有波段 不管是往上的波段 还是往下的波段 可是只要你能够掌握到其中一段 其实就有相当多的钱可以赚 我举个例子 王良曾经带会员放空过城企 带会员放空过创意 今天大盘还在9600 对不对 将来如果跌到了6000 如果跌到了5000 如果跌到了4000 你能够去想象 乘起跌到多少钱 你能够去想象 创意跌到多少钱吗 你们在想看 现在在9600 还能够卖 还能够空 而且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跟大家说 我们不用跌跌空 我们也不用周周空 王良天天要带会员做 天天要带会员放空 天天要带会员持续不断的来建立部位 请大家看下去 这档股票是乘起 今天开盘之后没有多久 就杀到了跌停满 王良带会员放空在46块半 今天跌到了26块3 光是放空一张乘起 能够赚多少钱 2万块 是不是 那如果你放空了10张呢 那不就可以赚到20万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一档股票是创意 王良带会员从307块开始放空 今天跌到了167 股票跌掉多少钱 跌掉了150块钱 只要放空一张 就能够赚到多少 就能够赚到15万 对不对 那如果我放空了一次又一次呢 王良放空了一张又一张呢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一波针对乘起 王良在放空的时候 是带会员空在46块半 其实我放空完之后 股票呢 它还继续涨 对不对 涨到了54块2 我还曾经 在9月3号的时候 公开操作 有没有 告诉大家说 我放空了乘起 那个时候我还在被嘎 我把乘起的走势呢 往下规划 我请问各位 王良做的对不对 你们知不知道 该在什么时候 去做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的乘起呢 有很多利多 大家说显示卡 卖的下下叫 对不对 大家说呢 它这个有什么 中国大陆的七彩虹 我问你 现在全世界 跌得最惨的是什么 是不是NVIDIA 对不对 是不是卖显示卡的 是不是微星 是不是技嘉 是不是汉讯 那如果是这样子 当时的乘起 有什么值得看好 可是大家能够了解吗 你有办法去看到 未来的走势吗 你们再看下去 乘起 从50块以上 跌到哪里 跌到今天 跌到了26块3 王良代会员 放空在46块半 到今天为止 能够赚多少 不仅仅是乘起 还包括像创意 创意 王良代会员 放空在307 放空在290 放空在288 对不对 今天跌到了167块钱 我们来看这里 创意 王良代会员 从307 开始去放空 那乘起呢 代会员 8月29号 放空在46块半 对不对 你们想想看 我创意空在307 我的乘起 放空在46 接下来跌到多少 乘起跌到了26块3 今天还跌得慢 创意呢 跌到了167块钱 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我跟各位说 你只要找到 具有大波段的股票 你只要能够持续 不断的去放空 你只要能够呢 慢慢的去累积你的部位 顺势的进行操作 我跟各位说 当波段一产生 当时间一拉长 其实呢 就能够赚到很多钱 对不对 针对这个乘起 王良代会员 放空在46块半 其实我觉得 相当的可惜 相当的懊恼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 46块半也放空 46块也放空 45块也放空 43块也放空 40块也放空 跌到了35 30我继续放空 如果不是放空一笔 我每一笔都去放空 我放空到30张 放空到40张 放空到50张 沿着这个波段去做 当一档股票 跌掉了20块钱 我平均 一张只要赚到10块钱 赚到1万块 我问各位 这个获利是多少 是高达50万 对不对 而且就靠一档股票就行了 做得到吗 我告诉各位 我认为做得到 而且我接下来 就要去贯彻 王良刚刚告诉过各位 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要去复制 之前的一个操作模式 而且我不但要复制 我还要把它发扬光大 我还要做到淋漓尽致 我还要能够让会员 赚得更踏实 赚得比之前还要更多 你只要是王良的会员 你都知道 我已经开始启动了 新的一个操作计划 我们能够从零开始 我们能够从无到有 你可以把我之前的操作 通通忘得一干二净 你们再看下去 讲到这一个创意 王良代会员 放空在307 放空在290 放空在288 我代会员放空了三次 够吗 王良代会员放空了三次 股票跌到了167块钱 我跟各位说 我深深的感到相当的后悔 因为我怎么才放空它三次 我怎么不放空它10次 我怎么不放空它20次 对不对 金山银山 就在你原本已经大赚的股票里面 你能够体会 我娘所讲的这一句话吗 我们每天都在追逐 我们每天都在追寻 我们每天都在找 有什么新的机会 有什么涨停满 有什么在突破 你就忽略掉了 这些是你原本就能够去掌握的 对不对 那如果王良代会员 不只放空三次 放空了十次 我跟你说 是不是一遍就好了 对不对 股票到今天跌到167块 你还要去管今天大盘 成交量多少吗 你要去管到底选举的结果 是什么吗 王良其实不想跟各位探讨那些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昨天 王良说做就做 绝不啰嗦 王良昨天告诉你们 明天是选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而且我即将要大量的放空股票 而且我要启动全新的波段操作计划 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掌握 今年最后最大的行情 对不对 我能在昨天的节目的最后 是不是介绍了很多股票 很多人都在猜 到底那些是哪些股票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 我要去放空美食 放空金国光 放空陈德 放空双红 放空智邦 还有放空洁敏 还有放空波罗威 还有放空台表科 还有放空中壘 还有放空新巨科 那这些股票 我跟各位说 在今天 王良做的比昨天节目当中 讲的还要更多 各位知道吗 我今天带会员去放空了什么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现在就让你们看 我今天带会员 放空了美其马 放空了陈德 这是今天 再来放空了金国光 然后还有洁敏 还有新巨科 还有波罗威 还有智邦 还有去放空了企机 放空了南电 放空了台表科 放空了中壘 还有放空了智义 再来放空了先锋 放空了美食 放空了南帽 放空了双红 我昨天跟大家说什么 今天 王良会启动一个 大规模的放空的计划 对不对 王良会大规模的 带会员去放空 全市场没有一个股票 像我这么有魄力 王良说做就做 绝不啰嗦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 现在是空头市场 而且经济会衰退 景气会萧条 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这个盘反弄上来之后 它其实是会震荡做头 你做一个头部 我也是空 你做两个头部 我也是空 你做三个头部 我还要放空更多的股票 就像是之前一样 这个大盘 现在是处在哪里 还待在9600点 今天的收盘是9667点 9000是还没有跌破 那你能不能够看出 往下有没有空间 这张是大盘的周K线 再来呢 这张是大盘的月K线 各位想一想 现在这个盘 如果它真的像我娘所说的 现在就是空头市场 那3955会不会来 341会不会跌破 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以为 跟自己没有关系 我告诉各位 你错了 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再来继续的证明给大家看 为什么 现在已经是一个 彻底的空头市场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我呢在昨天 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 我在今天呢 会大量的来进行放空 今天我呢不是要跟你讲说 你看大盘跌了多少 你看中国又跌掉2% 又摔得乱七八糟 你看道琼的盘后盘 又是大跌100多点 我跟你讲 那个不重要 你知道吗 你们要去想 究竟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 如果现在是空头 就让它涨 我也可以放空啊 对不对 如果它跌呢 那就是理所当然啊 而且你们要知道 接下来呢 全世界的经济 它是会衰退的 景气是会萧条的 有四个字 王良之前告诉过各位 科技末路 我认为你们在将来呢 绝对会看到 所谓的电子产品的库存 将会堆积如山 当库存开始累积 我跟各位说 订单就会减少 对不对 当库存开始累积 要去把库存打掉 我跟你说 企业就会形成 庞大的亏损 再来呢 它现在又盖了那么多厂 又买了那么多机器 又印证了那么多人 我跟各位说 这个亏损的数字呢 只会持续的增加 不会减少 绝大多数的公司 明年绝对不可能 赚的比今年还要来得更多 那我请问各位 现在在9600 我们应该怎么做 王良昨天跟他讲过 明天是选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即将要大量的放空股票 而且王良要启动 全新的波段操作计划 我告诉各位 你下个礼拜一来跟着我做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因为这一个计划呢 是刚刚开始启动 王良之前带会员做的 我请问各位 有没有每一档股票 都让大家很羡慕 对不对 你以为我是怎么做到的 王良必须要去对抗全世界 对抗所有做多的人 对不对 对抗呢 每一个歇斯底里 在那边追股票的人 对不对 但是王良放空到什么 放空到城起 放空到创意 对不对 城起跌到了26块3 跌你满 全台湾大概有八成的股票师 在50块的时候 都叫会员去买城起 有没有 创意今天跌到了167块钱 这一波城起大跌 你们想想看 这个市场 谁有那个胆量 把股票的走势 笔直的往下面画 你们大家在笑 我根本就要对你们笑 是不是 王良一个人 一亿挡摆 全市场都在买城起的时候 只有王良代会员放空 结果还被人家笑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当初笑我的人 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 城起的股票大跌 然后创意呢 王良代会员放空在307 290 288 下面AI人工智慧 难道你没有智慧吗 为什么什么都要交给AI 跌到了167块 对不对 那王良这一次带会员 放空城起空在46 放空创意空在307 我觉得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应该要想办法 让会员可以赚得更多 我该怎么做呢 我跟各位说 不是空一次就算了 对不对 大赚的股票呢 我要持续不断的去放空 持续不断的去累积获利 要一次又一次的 一张又一张的 让会员呢 不断的去增加 手上大赚的股票的一个空单 我告诉各位 滴水也具有穿拭的力量 波段操作的威力 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 绝大多数的人呢 都高估了自己 在一天当中 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动不动 你要下拉住 动不动 你要集中 动不动 你要去拼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大部分的人都低估了 自己在三个月 在半年 在一年当中 能够完成的事情 但是我俩没有 我九月去放空乘起 我所完成的事情 我所完成的事情 今天动地 从46块跌到26块3 我所放空的创意 从307跌到了167 我希望各位要知道 我即将要做得更彻底 我要去复制自己原本的操作的模式 获利的模式 但是呢 我呢会让会员空了更多 会让会员赚了更多 我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赚钱 我需要你们能够跨出这一步 这一波乘起大跌 这一波创意大跌 我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放空的计划 而且我会比照这种方式 去做得更彻底 去做得更成功 而再来我要告诉各位 我呢为什么要放空 其实我呢看空行情的理由 不用讲太多 只要八个字就讲完了 对不对 那就是呢 经济衰退 景气呢 景气低迷 我很早就告诉你 景气走向低迷 全球经济衰退 是在9月6号 告诉你们 爱奉心机了无心意 告诉你们中国股市生不见底 对不对 王良所讲的 我跟各位说 在遥远的美国 竟然有人呼应王良的想法 并且还下去做 各位知道吗 我等一下告诉你是谁 你再看下去 我跟各位谈过悬崖理论 这个是在8月6号 我强调美国会崩盘 中国会泡沫 科技会泡沫 资产会泡沫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工商时报 一个人说 AI 5G最受期待 你去买买看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科技末路 各位一定要记得 王良所告诉你们的 不要去相信那个什么高科技 不要去相信什么新产品 其实1000个创新 999个会失败 你为什么要去赌 那些创新会成功 你们去想想看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一个苹果的手机 现在要降价促销 对不对 谁会知道 我们告诉过你们 你们再看这里 散户伤心退场 交易占比跌破六成 我跟各位说 那绝对不是王良的会员 为什么 因为我接下来还要更活跃 因为我接下来还要更积极 因为我接下来 我跟各位说 不是月月空 不是周周空 我跟你说 通通都改成 天天我都要下去放空 你们再看下去 在今天 媒体揭露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一共 索罗斯神操盘 大举抛售脸书 网飞高盛股票 避免了5.5亿的损失 你想想看 我们看这里 美国进入第四季 行情急转直下 投资人哀鸿遍野 但是金融大二索罗斯 眼光精准 抛售脸书网飞 高盛三长股票 成功避开了 1770万美元的损失 那么 根据呢 这个索罗斯的基金管理公司 他所申报的资料 他所卖的股票 跌掉了20% 29%跟15% 他在第二季底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股票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 到了这个结果 我告诉各位 他的脸书的股票 在第三季结束的时候 已经全部出清 全部出清 你想想看 有没有人 能够做得这么彻底 如果我能告诉你 我从7月以来 没有买过股票 你相信吗 每个人都要买股票 对不对 我告诉过各位 我一张多单都没有 我根本就不想下去买股票 我能所讲的 在美国 索色是不是在做 你再看下去 大盘 Dial这里 会反弹 那反弹又如何 反弹 会改变长期的结果吗 会改变长期的趋势吗 那就像你们看到 现在的道琼 现在的S&P500 现在的NASDAQ 或者是费城半导体 你告诉我 这些股票市场 有才条 背你正的 我告诉各位 两个字 够了 已经炒够了 涨够了 但是呢 还没有跌够了 请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那大盘呢 来到这里 这就要跌够了吗 那恐怕是绝大多数人 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空头 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不对 包括你看到台积电 今天还在那里挣扎 我跟各位说 景气会衰退 经济会衰退 景气会萧条 那你就算是台积电 你挡得住吗 而这一波的台积电 王良带会员放空完之后 我也是空了一次又一次 但是我打算 还要再做得更彻底 让会员 还可以再赚得更多 所以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 王良已经启动了 新一轮的放空的计划 王良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放空的计划 我今天开始全面性的 而且大规模的在带会员放空 下个礼拜呢 王良即将要开始天天带会员 继续去放空 天天带会员去累积这个空单 如果你想跟着我做 我跟大家说 今天把电话拨通 还来得及 节目结束之后 把电话拨通的人 王良给大家一个最大最大的优惠 只有祝各位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